吃鍋 蒜肉 火鍋店 吃到飽 肉片 角類 或是青菜 都是民眾吃鍋必點 冬天到了 連鎖店鍋吧 晚餐時段卻已經從480元 漲到500元 晚餐也調漲 就是我們以前是430 480 現在改成450 5100 食材 現在其實這幾年食材 是真的漲得有看到 不但個人鍋吃到飽漲價 天冷最夯的麻辣鴛鴦鍋 吃到飽也跟著調漲 麻辣辛香滋味 讓人筷子停不下來 但就每一口代價更高了 麻辣鍋店滿糖紅公告 12月1號起調整價格 晚餐從598元漲到635元 而麻辣同系列品牌另開新麻辣 晚餐假日從598元 變到698元 他們可能是假日 所以接近我們的一半 可是目前的話 不在乎在一起超出 580秒 儘管連鎖效應寒涨 食材成本 牛肉豬肉平均漲了兩成 海鮮類蛤蜊 從一斤60元 漲到150元超過一倍 白蝦也從一斤240元 漲到340元 婆西菜盤最常吃的高麗菜 從一斤10元漲到40元 花椰菜和芋頭都從一斤50元 分別漲到120和80元 平均漲幅三到四成 如果說在這樣持續飆漲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也很怕我們會失守最後一道防線 但盡可能我們會在我們一定的獲利空間 去做相對的品質的維持 儘管還是有些業者咬牙苦撐 但有些人還是轉嫁到火鍋售價 面對漲潮這個冬天 消費者想吃鍋代價更高 三線主要君尋新 看不到